秦大使 你怎么了 这铠甲被催动了吗 一旁刘元庆和刘灵云两人都看呆了 秦辰原本身前残破的铠甲 此时哪里还有丝毫残破的模样 上面倒倒黑色纹路闪烁 一道夺目的光芒冲天而起 逼一人双眼 收 按照一摩铠甲传递的信息 秦辰一脸一动 手中一摩铠甲已经消失了 同时胸口处则是出现了一个黑色铠甲纹路 而他战斗时只要催动 就可以召唤出一摩铠甲 并且能替他抵挡外部的攻击 虽然一摩铠甲一套七剑 他身上这件铠甲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秦辰能感觉到 光这铠甲也能抵挡 普通七阶五王强者的攻击 哼 由此铠甲就在冷破宫想暗杀本手 恐怕也难了 这残破的一摩铠甲 虽然不能抵挡冷破宫的权力出手 但至少能挡住他数字攻击 如此一来 秦辰完全有时间从容应对 这可惜他是残破的 而且只有一剑 若能击起一套 那就好了 秦辰忍不住心动 大威王朝既然能得到 一摩铠甲的一部分 说不定百朝之地其他地方 也有一摩铠甲子无剑的存在 我们走吧 收起一摩铠甲 秦辰带着刘元新的两人 走出了宝库 秦大师 刚才那残破铠甲 到底是什么 刘灵云心下好奇 忍不住询问他 那残破铠甲呢 是远古一件制式铠甲 我也是侥幸 才无意中激活的 秦辰笑了笑 但没有解释太多 远古一族这些东西 他自己都没弄明白呢 自然不会随意解释的 侥幸 刘元新和刘灵云无语了 这么一铠甲 在大卫王朝宝库 存放了至少数百年了 这么多高手都研究过 但始终没有激活和弄清楚 秦辰这个侥幸 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呢 不过呢 虽然父皇说了 秦大师在宝库中 拿任何东西 他们都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之前残破铠甲太过惊人 他们也不敢做主 需要跟父皇禀报 三人很快回到大殿里 嗯 卓哥指挥陛下呢 啊 父皇吗 回到大殿 发现卓清风和刘玄欣不在 秦辰三人都是一愣 陛下带着卓哥主去大殿内部 有钥匙相商去了 黄焕解释的 有钥匙相商 秦辰证了证 这刘玄欣有什么事啊 需要把耶律洪涛和南宫离 都留在这 只能跟卓清风单独商业 呃 吃烧啊 那帝王精使 你在宝库中找到了吗 南宫离和耶律洪涛 丝毫不在意 只是期待地看着秦辰 找到了 秦辰淡淡一笑 哎呦 太好了 南宫离和耶律洪涛兴奋的对望一眼 虽然对秦辰能让他们一个月内突破七七五王 还是有些不相信 但两人内心嘛 还是颇有些期待的 如今听说最后一位材料 帝王精使已经找到了 南宫离和耶律洪涛忍不住兴奋 正交流着呢 就见刘玄心和卓清风从内殿走了出来 哦 秦大使 你回来了 刘玄心目光一亮 正是 这次多谢陛下了 若非陛下 恐怕秦某未必能这么快找到帝王精使 秦辰飞笑着拱手 哎 这些都是朕应该做的 刘玄心却是急忙摆手 父皇 此时 刘玄心上前一步 准备把之前宝库中发生的事说出来 但他话还没说出口呢 就被刘玄心打断了 元启凌云呢 你们两个很好 朕很欣慰 现在你们可以下去了 这有要事与秦大使相商 父皇 孩儿也想听 刘玄心撒娇的 听话 下去 刘玄心眼睛一瞪 呵斥道 刘玄心一震 他还第一次从父皇脸上 看到如此严肃的表情 只能嘟着嘴 跟刘玄心乖乖地出去了 秦大使啊 这有一事相求 还请秦大使出手相助 俩人刚一走 刘玄心凝声道 秦辰震了一下 他能感觉到 刘玄心语气极为严肃 而他身旁的卓清风呢 表情也是极为凝重 陛下请说 秦辰点头 南宫离合耶律 红桃刚抢走 却见刘玄心白手道 既然南宫离会长 和耶律 红桃店主 都是陈定格的人 那两位也就不用避讳了 不过此事事关重大 希望两位不要随意泄露 否则对我大卫王朝 会有灭顶之灾呀 两人看见刘玄心 说得严重 都是点了点头 其实呢 我大卫王朝老祖 已经病重多日了 刘玄心缓缓地 把这么一个消息 说了出来 老祖的健康 是整个王朝最大的机密 不能有丝毫外传 所以 朕也没办法 只能一直保密到现在 还请几位见谅啊 大卫王朝皇室 倚仗这位老祖 才能镇压 整个王朝的势力 一旦被其他势力知道 大卫王朝老祖 没多少时日可活了 那他们必然会蠢蠢欲动 特别是冷戒势力 他们必定会死无忌惮 对大卫王朝发动致命的一击 先前卓戈主对老祖的伤势 也是没办法了 但 他告知朕 秦大师你或许有办法治疗老祖 所以朕冒昧开口 就是想请秦大师 替老祖诊断一番 延缓老祖的寿命啊 刘玄心叹息地开口 一脸愁辱 听到他的讲述 众人也纷纷明白 为何刘玄心如此警辟了 这等重视 确实不能随意泄漏啊 否则 对大卫王朝将是灭顶之灾 难怪刘氏皇族 在冷戒面前这么弱势 原来他们最依上的老祖 竟然都快没命了 听到对方解释 秦臣这才明白了 呃 陈少 刘太老祖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如今大卫王朝与我等 关联到一块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琢某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和陛下说 陈少你或许有方法 竹清风苦笑道 卓阁主不必介意 如今陈帝阁和大卫王朝 确实捆绑到一块了 既然刘氏老祖有难 让本少看一下也是无妨的 陛下 不如你在前面带路 本少给你看看吧 秦臣也不在意 之前呢 他一直以为刘氏有些软弱 被冷戒气成那样都不敢动手 现在看来啊 确实是有原因的 若是真能治疗 秦臣也不介意帮大卫王朝一把 好 请秦大师随我来 听到秦臣答应 刘玄欣兴兴奋的目光一闪 急忙的前面带路 一行人很快来到刘太老祖的闭关之地 诶 此地倒是布置了一个七要大阵 能吸取整个皇城的天地真气 供自己修炼 好地方啊 来到刘太所住的宫殿 秦臣目光顿时一亮 此地却是比当格修炼士 还更要合适布置五一大阵 若能把五一大阵布到这 成功概略至少还能提升一筹 秦大师 你怎知此地布置了七要大阵 听到秦臣开口 刘玄欣对食吃了一惊 此地大阵乃是他们刘氏开朝先祖所设 极为隐晦 外人前来 哪怕是武王强者 也只能感受到此地天地真气比较充沛 可秦臣一下道出其中奥妙 这让刘玄欣如何不惊呢 秦臣也只是笑笑 没有回答 废话 他这前世的九级镇法大师 若连这点布置都瞧不出来 哪还怎么混呢 看见秦臣如此表情 一时间 刘玄欣对于秦臣的信心 忍不住再度提升了不少 一行人很快进入到内殿里 看来你刘氏老祖病情不容乐观呢 此地竟然有不少死期 若不治疗 此人寿命恐怕不超过十天了 秦臣一进去 没看见病人 便是眉头一皱 人有人气 死人也有死气 所谓死气呢 其实是舞者到了生命尽头 自然散发出的一种破败的气息 任何一个人生命走到尽头 身体器官便会衰竭 而衰竭的器官 会散发出一种 普通人难以察觉的气息 这种气息 称之为死气 秦臣一进内殿 发现内殿里溢散着一股淡淡的死气 他立刻就清楚了 刘氏老祖已经到了一种油尽灯窟 气怪衰竭的地步了 到了这个地步 往往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一般不会过多少天了 而秦臣之所以说十天呢 还是因为刘氏老祖是一名七阶五王 他能挨得更久 但即便如此 十天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什么 闻言 刘玄心脸上更惊了 急忙上前 顿时发现 躺在床榻上的老祖 比之前脸色更加苍白了许多 有一种奄奄一息的感觉 似乎随时都会死亡 哎呀 怎么会这样啊 刘玄心大事了一惊 这才过了多久 半个时辰 老祖怎么突然老了十岁一样 还请秦大师出手啊 刘玄心急忙看过来 一脸的着急 不急 若能救 我肯定出手 秦晨应了一声 来到老者身前 哎 玄心哪 刘太抬头喊了一句 这位大威王朝的老祖 堂堂七阶五王 竟然陷在雷说话的实力 显得争气很不足 老祖 我在呢 刘玄心急忙上前 谁为是 老祖 这位便是一手创立陈帝阁的秦大师 也是卓格主所说的 有可能治疗老祖你的丹道大师 老祖你放心吧 你一定会没事的 刘玄心紧张道 呃 原来是秦少侠呀 真没想到 秦少侠竟然这么年轻啊 刘太也吃了一惊 恢复了一点精神 他仔细打领秦臣 谋中带着难以置信 他也听过刘玄心说秦臣的事迹 知晓秦臣修为不凡 并且呢 当阁的卓格主对其也是颇为敬佩 以为再年轻嘛 最起码也得二十多岁 现在一看 什么二十多岁啊 根本就是一毛没长齐的小孩 就是这小孩 他能是陈地阁阁主吗 刘太心里瞬间一惊 这怎么可能呢 一时间心猛地沉了一下 这个刘玄心老糊涂了吧 如此的年纪 怎么可能搅动皇城风云 连丹阁 气垫 血脉 圣地 都被他掌控了 不会是某些敌对势力 故意排来迷惑刘玄心 想趁机夺他大权的吧 刘太一惊之下 可是非同小可 阁下到底什么人 一股武王的气势 瞬间弥漫而出 如同一座大山 抹得镇压于秦臣的身上 同时呢 刘太猛地坐下来 双眸爆出雷电般的精芒 从一个病危老者 瞬间变为一个可怕的强者 当真是垂死病中 精作气 你还没得了 你还没得了